从兼二使的服役,到国产航母的下水,中国的军事实力给人呈现出了不可思议的一面。 中国一年下饺子的军舰数量,甚至递得上曾经的海洋霸主,英国所有主力舰的数量,中国的电磁炮,量子卫星,中国天空一号的, 当世界甚至是国人都无不赞叹,中国已经人的速度不断的超车,早之前充满优越感的西方国家经济的同时也很纳闷, 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日本在上个世纪也有过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当时的日本人想,美国人能造的东西,日本肯定也能造好,然后日本人开始发力, 在制造、科技等领域的水平不断的提高,甚至创造了神话。 但是,到了近些年,中国的发展不但超越了日本,有些领域还超越了美国。 日本人有在想,中国能造好的日本也能造好,但实际情况却让日本低下了头, 因为中国已经不只是正常的发展,而是在不断的创造奇迹,奇迹在中国成了家常便饭, 中国任何一项大的工程都是前无古人的,后面的来者,也都是中国人自己了, 日本人也只能承认,中国人的能力太强, 中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之快, 得益于合理的发展规划,强烈的发展决心,以及能知库的恒星。 如果对中国了解的话,西班各国可能就不会觉得惊奇, 因为中国所获得的成就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中国还会不断的继续前进,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舰船制造业,已经正式不住井喷尸八下阶段, 各种各样的海上战舰都犹如下饺子般相继向海服役。 从最早的中华第一届052型导弹驱逐舰,再到中华神盾052型驱逐舰, 最后是现在的万吨大驱055型,国产航空母舰等。 这些军舰的先后问世都在向全世界证明, 中国海军正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正面状态,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海军, 中国的国内经济也在飞速发展着。 说起中国海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该艘航母是中国创律集团, 在1998年花费重金, 从乌克兰的手里买过来的, 由于苏联的突然解体, 导致辽宁舰的前身, 也就是把两个号航母的建造工程只完成了68%, 在没有足够财力完成剩余电视工程的情况下, 乌克兰只能把马梁格号放在黑海造船厂仍其生锈, 好几年之后才被中国企业花费2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来。 据说在当年马梁格号航空母舰离开黑海造船厂的时候, 重病缠身的长长马卡罗夫伤心不已, 在位于船厂附近的一家疗养院中, 亲自募送马梁格号航母离开。 而这艘航母的返华之路, 也是充满艰难险阻。 其中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就是土耳其方面, 已无动力建成, 容易失控没有, 禁止马梁格号航母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过,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交涉, 土耳其最终提出了10亿美元的过路费。 除此之外, 土耳其还严格要求中国向他们出售部分武器技术, 顺便再签订一份旅游业协议。 但中国方面完成以上三个同行条件, 并将两个号航母拖到本国领海的时候, 已经是2002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当初没有土耳其的狮子大开口, 国产航母现在肯定已经服役了, 不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别人家的领海, 由于2000年之前的中国还比较穷, 所以就连10亿美元的过路费, 都是土耳其的邻国, 希腊是我们交付的。 除此之外, 希腊作为中国的该保人, 如果瓦良格号航母在通过该海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 希腊还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这一举动在当年不知道, 感动了多少中国人。 除此之外, 瓦良格号航母在抵达中国领海之前, 还遭遇了一场强度极高的海上风暴, 拉着他航空母舰前行, 不刚来, 因为强度问题突然断裂, 脱箱的瓦良格号航母在当时瞬间失去控制, 在失控过程中, 还差点撞上一座小岛, 不过是控局势在不久后被得到了有效控制。 六艘托船在风暴结束之后, 重新跟航空母舰进行钢缆连接。 经历了以上两次大难, 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最终进入了中国领海, 现如今, 瓦良格号航母的改进型辽宁舰在大连造船厂的大改工程已经步入尾声, 曾向中国讨聊十亿过路费, 如今面临经济困境, 希望中方打把手。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